计算下列个题 请同学先按下画面左下角的暂停键 自己先试着算看看 算完之后再按下播放键 看看正确的解答 第一题 4除以0.8 我们先把直式写出来 4除以0.8 除数是小数 我第一个步骤 就要先把除数的小数点往右边移 移到除数是整数为止 往右边移一位 它是不是就变整数了 那我把前面的0画掉 比较不会影响我们计算 第二个步骤 除数的小数点往右边移了多少位 被除数的小数点也要往右边移同样多位 被除数看起来没有小数点 其实有啦 它是整数4嘛 所以小数点其实就在整数的后面 除数数移一位 被除数也要移一位 移过来 我补一个0 补好 接下来的计算就很单纯了 8乘上多少 最接近40又不超过40 8乘以5等于40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是5 同样第二题 1.25除以2.5 写成值是 1.25除以2.5 第一步骤 先将除数的小数点往右边移到 除数是整数 2.5 小数点往右边移一位 它就变整数了 除数的小数点往右边移几位 被除数的小数点也要移一样多位 除数我们刚刚移了一位 所以被除数也要移一位 接下来就和小数除以整数的方法相同 12.5除以2.5 我们之前学过的计算 整数的部分不够除 所以写0 小数点摆好 接下来 25乘以多少 会接近125又不超过它 乘以5 25乘以5 也是125 相减之后 是0 所以第二题 1.25除以2.5 答案是0.5 各位同学 这两题你都算对了吗 我会接下来 我会接下来 感谢观看